洪金宝像华强和成龙等人的儿子都不红,但他的儿子却成了巨星。 那些大明星的儿子们都不太走红,他却靠自己成了巨星。 今天我们首先介绍的第一个是洪金宝儿子,他的名字大家可能不常听到,他是洪天照,1979年在香港本地出生。 他的爸爸呢,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,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洪金宝的儿子。 很多人可能光听他的名字没有关于他太多的记忆,但他曾经也是演员,演了一些相对于比较普通的角色,只是他和他父亲不一样的是,他演的角色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红人。 他依旧没有让大家都认识,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。 第二个是成龙的儿子,他父亲称他为小房子。 在最开始出道的时候,小房子的名气还可以,也出过几个作品,他最主要的,相对来说大家更能知道一点的作品有《千机便追影》,《花木兰》,《边走边唱》,《分手说爱你》。 后来的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,好多没有听过他作品的人,也因为这件事知道了,有这么一个人。 但是这个事要说出来可不是什么好事。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吸毒被抓,让大家失去了对他的希望。 还让自己的父亲因为自己的事受到了一定的影响,让大家等住看这一家人的笑话。 第三个是向华强的儿子,向左。 大家都知道他的父亲在娱乐圈中一向是比较高调的,但是作为儿子的他却和他爸爸很不一样。 爸爸为了让这个儿子能够活起来,被大家认识,特别用心准备了很多年拍摄了一部戏,还和很多特别有名的演员合作了,但是费了这么多劲,这个儿子还是不红。 爱,想来爸爸也是十分的无奈吧。 第四个是谢贤的儿子,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吧,谢霆锋当年拥有无限的星光的时候,依靠自己的努力,让大家将关注点从四大天王那里转移到他的身上来,让大家因为他的表现而喜欢上他。 他自己的付出也不是白付出的,他做得很好,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。 其实刚刚出道的时候,他并不为大家所认可,而且那十四大天王的光芒太大了,所以能够理解,他独自一个人打拼有多么不容易。 但他并没有放弃,一个人坚持了过来,最终成了一个大家都熟知的巨星。 所以,不管自己的父亲多么的厉害,多么的牛。 那都不关自己的事,你的爸爸可能宏道让所有人都认识,但并不代表你也能够被所有人认识。 可能你的爸爸因为自己的身份给你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,但并不意味着,在这平台上的你一定能成功,所以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一个人去走。 至于走得好不好,也要看个人自己的能力。 。